家妓出現大約60台董基結菜集結 本來是為了很好的一對在愛董基的新郎 39歲新郎李家衛因為那愛董基 成立車隊七檔月 跟新娘老衣軍 因為四年前一次董基去母娘七頭 學生兩人雙鑽到翁多年 第30號完成中心台宿 新郎李家衛30號娶新娘 這次轉代改董基新完 竟有車友為宜蘭高雄前來很好 離結婚車隊總共60台董基共同參務 中民相當總管 該官當舊鄉總是四三點的新郎李家衛 因為在愛董基車 在這次董基車隊出遊時 實際在營老中央的新娘劉怡云 兩個人高翁四年只要決定結婚 並算在30號基盤20 看到大家這樣來到三天 到社會廳就大家很高興 今天你的朋友都是怎麼樣的方式 幫你做這個迎娶的一個狀況 你看到這裡就是都騎檔基的好朋友 今天都是人來到社會廳 到三天的 李家衛表示 因為要騎檔基 這年前租車隊 經常跟車友出去出場 在一次在翁南島由勝時 實在住在婚姻館的劉怡云 你看到這次車友騎檔基來結合 他們也十分高興 和這間婚姻留下難忘的婚姻 先想到民家的齊彩虹報道 親愛的鄉親和朋友大家好 我是詠媽市長黃敏惠 家衣地區水情嚴峻 面對缺水遺跡 讓我們一起從生活中節水 我們可以從澳澡改為淋浴 用擦車來代替洗車 洗手搓揉香皂的時候 記得要先關水龍頭喔 洗米洗菜的水還可以拿來澆花 養成良好的節水習慣 節水省荷包喔